各位教友,你们好 先前我们看到第十九集 就是《中途大识录》第十八章的时候 我已经说到在格南多 保禄在那里逗留了两年 大约是五零年至五二年 在这里当中,他写了两封信 给他之前去过的得撒落来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大约五一年的时候 息拉和蒂默德终于来到格南多 他就知道了有关得撒落来的事的时候 就写了第一封信 那时候大约是五一年 然后产生了某些后果 所以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就立刻再写第二封信 所以今天第二十集我们又停一停 《中途大识录》 就先看得撒落来人的前书 然后下一集就看后书 这两封信都是比较短的 我们应该可以半个钟左右看完 就是兼顾解释了里面当中的事 先看就是这个得撒落来人的前书 一些背景 前书写的是蒂默德和瑟拉终于来到 和他会见 之前说过保禄在北面逃亡 在贝罗亚走的时候 然后自己去了雅典 然后雅典后来到了格南多 根据路加的记载到那里 隔了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就看到蒂默德和瑟拉在北面再来 当中他们也回到得撒落来 和斐利伯去巩固那里的教会 所以在这个第一封信 其实主要大部分投稿接近三章 三章 只有五章 接近两章半到第三章的中间 都是一些鼓励的说话 赞美天主鼓励的说话 以及提醒他们有关保禄在他当中 做过的事情 鼓励他们要在困难之中 受迫害之中去振作 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似乎得撒落来 那里的犹太人妒忌保禄 那时候赶走去 现在也有施压给那里的教会 接着往后有一些大重要的题目 就是讲这个精结问题 因为始终希腊人都是身处于 在这个精结方面 不是那么高的 那个崇高的那个价值 特别是保禄现在在格林多 之前那一章都讲过 之前那一集 就是他周围都是很崇尚 这个很淫乱的一个气氛 变成他意识到得撒落来的弟兄 他害怕他们 亦都受他们以前那个文化的影响 可能亦都可能发生了一些事 保禄在当中是没有提到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有关死了的人 因为早期教会在这个时间 都是在想耶稣可能会很快到的 就是在想那些人现在信了 然后没多久耶稣就会到 有一个急切性 但是那些人开始死了 信了的人开始死了 那死了那怎么办 耶稣来到他们 怎么会见到天主 怎么会迎接到耶稣 他们会担心这些事 还有到最后就讲一些 耶稣来临的日期 还有我们准备的一些说话 我想我们最好就开始读了 因为读的时候 前面那里会看到很多 保禄的牧民的心 记住保禄现在去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他第一次留在一个他建立的教会 出外建立的教会 是留那么久的 格林多留了两年 做了那里的第一任主教 这个经常到处走 就是喜欢一年之内 可以去这么多地方的人 竟然会停下来 他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也开始发展了一个 比较木民的心和眼光 这封信是表露无谓的 他对得撒落来这个教会 对整个马其中的教会 他那个有如父亲爱子女的心情 是表露无谓的 保禄和适以雅乐及帝谋得 至书给在天主腹内 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得撒落 离人的教会 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 留意他没有讲悉拉 保禄和适谋得多了个 适以雅乐 适以雅乐是谁呢 是没有讲的 有些圣经学者就说 可能这个就是他的书记 这封信是适以雅乐写的 那时候的书记 写信不是写的作者 是他讲的 然后有个书记写的 所以很多时候保禄的信是他讲的 然后这个是适以雅乐写的 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 在祈祷事上纪念你们 不断地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 纪念你们因信得所作的工作 因爱得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 所有的坚忍 这里已经隐藏了 他们要经磨难 被迫害 要坚忍劳苦 天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知道你们是蒙照选的 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仅在乎言语 而且也在乎德能和圣神 以及坚固的信心 正如你们也知道 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中 是怎样为人 你们虽在许多苦难中 却怀着圣神的喜乐 接受了圣道 成了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 甚至成了马其顿和阿哈亚 众信者的模范 马其顿是东北部的罗马省份 包括了德撒洛尼 和菲利伯 和里亚普利 阿哈亚就是保禄 现在在格林多 那地方南部 南尖尖 这个希腊半岛的南尖尖 就是说他们 马其顿上面发生的事 阿哈亚的人都知道 就是帝莫德报告的时候 报告给整个教会 北面发生什么事 它说他们的信德 是令到格林多的人 是赞美天主 赞叹 因为主的圣道由你们那里 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 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 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 因为有他们传说我们的事 说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怎样离开偶像 归依了天主 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 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 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 为救我们脱免 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 这里就是说 他们在做什么 等待着耶稣第二次来临 等待着耶稣第二次来临 所以他们能够不要他们的偶像 那么多的金金银银 拜海撒的好处 他们悲弃了 离弃了 为求什么 耶稣再来 他们准备好 弟兄们 你们自己也知道 我们来到你们那里 并非没有效果 你们也知道 我们来到之前 曾在斐利伯吃了苦 受了灵欲 可是依靠着我们的天主 我们还有勇气 作坚具的格斗中 向你们宣讲了天主的福音 讲到好像要打架一样 他说 斐利伯那里受了什么苦 就是他作为一个罗马公民 他没有告诉别人 那时候 就是因为他驱魔 从一个小女孩 他是有占卜的邪灵附身的 他驱魔之后 他用这个女孩去赚钱那些人 就用不法的手段 拉了保禄 拉了他告官 然后当场被人脱衫打 重伤之后监禁了他 然后那些人想放他 那个官放他走的时候 想静静地放他走的时候 许证说给人知道他是罗马公民 然后要恭恭敬敬地送他走 道迷协 但是那天在监狱 就令到监狱长整家领了洗 就这件事 他说被领狱 这是真实的 他不应该打他 但是他被人打了 他被人打了 但是他来到 所以他说得杀下来 所以就依靠着天主的能力 他们有勇气继续 而他得杀下来的对抗 也是很大的 被犹太人用很多方法挑拨了 整个城的人要赶他走 我们的讲劝并不是出于幻想 又不是出于不成 又不是在于欺诈 反之 我们自是被天主考验合格而非 而被委托全福音的人 我们宣讲并不是在取悦于人 而是为取悦那考验我们心灵的天主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钱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钱 未知词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有没有托顾贪婪 天主可以作证 保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可能有很多其他人 以讲道为名 其实是谋取暴利 其实是要来虐待那些人 要来考诈那些人 但是保禄是什么呢 他去到那个地方 这里隐喻了 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隐喻了 他是日日夜夜工作 可能他是落手落脚 在那里也整个帐篷为生的 中途大事务没有说 这封信也没有说 但我们知道在格林多 显露了他和阿贵拉住在一起 两个都是整帐篷的人 亲手劳力地赚钱 他很肯定 看下一封信 就会知道保禄在得策下来的时候 是有劳动过的 是有工作过的 很可能做回他的本项 你看到他不敲诈 他是出于忠诚 没有想着拿着赚钱 提醒他就是我和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来说他们的新的道理 是敲诈你钱财 要你付很庞大的钱 今天都有的 很不幸地 甚至有些基督徒 透过全教为名 是谋取暴力的 是欺骗的 我们都听过有些这样的新闻 偶然都会出一点 走了遍 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但保禄就是说 当时有其他人 所以他要澄清这个 我没有这么做 你记得这件事 有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 没有向你们 有没有向别人 我们当基督的宗徒 虽有权利叫人敬众我们 但我们在你们中却成了慈祥的 将腐育自己孩子的母亲 而这个的确就是保禄的心情 母亲、父亲这样去 呵护鼻子这个身生的婴儿 我们如此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 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圣命交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 弟兄们 你们应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 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是 黑夜白日操作 免得加给你们任何人负担 就是这句说话 他告诉我们知道他是赚自己的钱的 他没有加负担给他们 也都不要他们给钱 你们自己和天主都可作证 我们对你们信有真是怎样的圣事 正义和无可指责 你们也同样知道 我们怎样对待了你们中每一个人 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劝勉 鼓励 忠告你们 叫你们的行动 相选于那召选你们进入他国和光荣的天主 为此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 因为你们由我们接受了所听的天主的言语 并没有拿他当人的言语 而实在当天主的言语领受了 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 发生了效力 保禄在赞叹他们的信德 一个陌生人 讲一个陌生的宗教 一个地方有很多这些类似的人 也都同样来过 敲诈过 赚过钱 利用过他们 他同样都是一个陌生人 未认识他那么深的时候 他只是勤劳 为自己的需要自己赚钱 如母亲如父亲 逐个良善地对待 而他所说的福音 他们竟然会接受不是一个人说 是神说 保禄在感动他们的信德 感谢天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弟兄们 你们的确尽那些在耶稣基督内 在犹太的各天主教会一样了 因为你们由自己的同乡遭受了苦害 正像他们 由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 这里的翻译有点不好 它是其实在说 他们在这里 希腊人的地方 受他们希腊人的迫害 就有如犹太人在巴勒斯坦 受那些犹太人迫害一样 这个应该是原文的意思 即是说 普天下的人和你经历都一样 你要背弃了你们自己的同族 相信一个新的宗教 而被你同族的人 同语型的人迫害 同样 犹太人都一样 全世界跟随耶稣的人都一样 你要鼓励他们 你们不是孤独的 跟随耶稣 这个是正常 那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 而且也驱逐了我们 他们不但使天主不悦 而且与全人类为敌 阻止我们给爱帮人讲道 叫人得救 以至他们的罪恶时尚满形 天主的愤怒 终必来到他们身上 原文是说已经来到他们身上 他是隐喻他们丧失了墨西亚 而审判将导 弟兄们,我们被逼暂时离开你们 仅是面目离开 而不是心离开 我们已切愿望及早见到你们的面 我们真切愿到你们那里 我保禄 我保禄确实一再地愿意去 但撒旦却阻止了我们 这里没有讲为什么 可能他在格林多的时候想再上去 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 在他面前 谁是我们的希望 或喜乐或足以自豪的冠冕 不就是你们嘛 你们的确是我们的光荣和喜乐 你要给光彩给人莫过于这一句 父亲给子女 我的光荣就是你 这个保禄是没有欺诈的 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的一个团体 他很想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不能够 你感觉到他那份痛楚 痛楚 为此我们不能再等待 就决意独自留在雅典 而打发我们的弟兄 和在基督的福音上 作天主仆人的弟 谋得前去 为在信德仗 尚兼顾鼓励你们 那保禄暗示着跟路加 在《中途大事录》所说的 那个时序是很不同的 路加怎么说呢? 就是在贝洛亚 即是还在北面 这个马其顿的地方 悉拉和弟茂德 不可以跟着保禄上船 因为保禄逃难 所以只是保禄上了船 下去了雅典 一直都是一个 然后去到格林多 隔了一年 有很多这个悉拉和弟茂德 正可以来到格林多 和他们相会 但是保禄在这个第三章 第一第二节这里 就是在说什么? 第一节那里说的是什么? 就是弟茂德 是和他一起在雅典 他们想在雅典再回到北面 但是做不到 等不到 所以就唯有派弟茂德一个人上去 问候他们 多了这个情节 直到他去到格林多 帝茂德和息拉最终正在和他回面 就是多了这一步 这个也正常的 因为之前我们都记得 在加拉达书 之前有大约提过 就是有描述一些 多一些有关在大马士革 他归化的时候 保禄 他去过阿拉伯 之后正回来 正开始在大马士革 接着在耶路撒冷的传道 但是在他自己的记载 在路加的记载 就没有这件事 他马上就在大马士革 传福音 然后去耶路撒冷 但是在保禄自己的记载 又不跟中途大事录 去到耶路撒冷 他没有说过他在那里传教 说到耶路撒冷教会 是不认识他的 所以路加和保禄所写的 是有出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书信 要印证中途大事录 是有出入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接受保禄自己写的 通常他自己写都不会错的 相比于别人和他记载 不是说路加讲大话 是路加不知道那么多细节 路加那时候你不跟他在一起 而打发我们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 作天主伯人的弟谋得前去 为在信德上 兼顾鼓励你们 不叫任何人在这些困苦中受到动摇 你们自己愿也知道 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 因为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以给你们预言了 我们将遭受磨烂 你们看现在就发生了 得撒落来现在经历迫害 给他自己的人迫害 希腊人 和可能犹太人继续的煽动 为此我既不能再等待 逐派他去探惜你们的信德 怕那有惑者有惑了你们 而使我们的劳苦等于白废了 现今 帝谋得从你们那里回到我们这里 对你们的信德和爱德 给我们报告了好消息 并说你们时常想念我们 渴望见到我们 就像我们渴望见到你们一样 心情大碍 为此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磨烂困苦中 因了你们的信德 由你们获得了安慰 因为若是你们在主内暂立稳定 我们现在就能换下去 真是好像生离死别一样 父亲爱子女的惯切 真是好 你们信得坚持住 我就可以死得明目了 这样的心情 我们为了你们的缘故 在我们的天主前甚为喜乐 对这一切喜乐 我们能怎样感谢 可为你们倾借天主呢 我们唯有黑夜白日狠切祈求 为能见到你们的面 为能弥补你们信德的缺陷 但愿天主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 铺平我们到你们那里的道路 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 或对众人的爱情增长满日 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 好坚固你们的心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 和他的众圣者来临时 与天主我们的父前在圣德上 无可指责 一封很感动的信 但是这里就开始教导了 此外弟兄们 我们在主耶稣内还拯救和劝勉你们 你们既由我们学会了 应怎样行事为忠越天主 你们就该怎样行事 还要更向前迈进 即是说你们好 非常好了 赞完了 可以再好些 你们原来知道 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戒命 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性 要你们戒绝邪淫 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 应以圣洁和敬意 持守自己的肉体 不要放纵邪淫之情 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爱帮人一样 在这样的事上 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 因为主对这一切事要报复的 正如我们先前已说过 已证明过的 因为天主照叫我们 不是为不结 而是为成性 所以凡轻视者界明的 不是轻视人 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 赋于你们身上的天主 这个就用暗示的方法 保禄他没有指明到性 但是在这里文笔上都看到了 就是之前说过某些事情 他们似乎受到磨难 受到挑战 因为他们那时候被什么人迫害 被自己人迫害 希腊人被希腊人迫害 而希腊人正如在格林多 之前那一集说过 他们是拜金拜银 拜淫乱 拜偶像 他们放弃了这一切 那些人迫害他们就是用这些东西 引诱他们 而当中可能他们最困惑 最动摇 甚至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在这个精结的方面 保禄没有说明是什么 但是他们在这边是受到压力了 受到挑战 可能在理解上有动摇 帝范德 已经报知了去 有些人又动摇 关于帝兄的有爱 又是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去特别提醒了某些事 那些人迫害了 因为耶稣过几年就会回来 那又产生了那种毛病 如果耶稣几年后就回来 那我还做这么多事干吗 我当他不是两年 我当他十年 我已经足够了 我跟着那十年了 耶稣都来了 那就是不用做了 那又开始那些人懒散 对每天在世的劳动 觉得没意义 只是将所有的筹码 放在耶稣几年后会回来 这个会变得更严峻 我们会看到 好叫你们在爱人前来往时 有光便 不仰仗任何人 但弟兄们 关于亡者 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以免你们忧伤 像其他没有望得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 也复活了 同样也必信天主要 令那些死于耶稣的内的人 同他一起来 我们一样起来 我们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这件事 我们这些活着 全流到主来临的人 决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 因为在法命时 在总领天使 立喊和天主的号声响示 主要亲自由天降来 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 先要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活着 还全流的人 同时与他们一起 要被提到云彩上 到空中迎接主 就让我们 就时尚同主在一起 一开始就讲过 他们对这方面的教导 不懂 可能保禄没有教导他们 没有讲过 或者讲了不清晰 不讲得够多 所以他们以为死了那些人 就不能够进入去 耶稣第二次来临启示的永生 所以保禄这里就解释 大家在解释之中 你都看到了 我们这些未死的人 就会去到云彩道 见天主 但是不会先过 那些已经在基督内死的人 这里讲了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 这个正式的 现在我们都相信 就是死的人 会先见到天主 而事实上死了的人 入了天堂 现在已经在见天主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 他们那时候的理解 是觉得会升天 就是physically 会升天在一个云彩上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 到时未必一定是这样的 不需要上天空 天国、天堂 不是我们这种physical space 那种空间 而是另外一个境界 但是第三天也看到 我们这些未死 就是保禄那时候 在文笔中看到 他真的相信 在他死之前 耶稣会再来 了解到 祖旧教会最初信的人 他们真的这样相信 到了他们发觉 不是 越来越多人死了 似乎耶稣不是立刻来 他们的信仰的基础 在这方面 就慢慢再调整 慢慢逐步逐步调整 便发觉 可能他不是几十年 不是几年之后来 未必是几十年 可能几百年 甚至可能几千年来回来 他们就明白到这一点 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 予此安慰 就是不要担心了 死了的人没事的 他们在担心死了的人 弟兄们 至论那时与日期 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 你们原确实知道 主的日子 要像夜间的道策一样来到 几时人正说 平安无事 那时灭亡会出现 来到他们身上 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 缺逃脱不了 但是你们 弟兄们 你们不是在黑暗中 以至哪日子像道策一样 袭击你们 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 和白日之子 我们不属于黑夜 也不属于黑暗 所以我们不当 像其他的人一样贪碎 却当醒不清醒 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 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 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 应当清醒 穿上信德和爱德在甲 达上得救的忘德作规 因为天主没有简定我们为泄露 而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获得拯救 他为我们死了 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 都和他一起生活 为此你们应互相安慰 彼此建树 就愿你们所行的 帝兄们 我们还求你们尊敬那些在你们中 努府 在主内管理你们和圈戒你们的人 为了他们的工作 你们更应本着爱 重视他们 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 帝兄们 我们为圈免你们 要圈戒行当的 宽慧脅落的 扶持软弱的 容忍一切人 要小心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 却要时尚彼此勉励 互相善待 且善待一切人 一连串了很多的教导 第一个其实我们都很熟悉 在路加福音 和其他福音都有说 耶稣来临的日子 不要估 随时都会来到 所以他劝命他们 要时尚准备 装备好 信得和望得作规格 随时都会来 所以随时都会来 就是说随时不来 随时来 无所谓 我今天 每天准备好 要做白日之子 不要懒惰 这里又再提懒惰 有些人觉得快来了 那就不做事 不做事 这个不是好的准备 今天我们都有人问 如果末日来到 那怎么办 勤奋努力 每一天准备 每一天都要准备好 是吧 我们天天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晚晚都睡得好 耶稣何时来 无所谓 我们怎样去 无所谓 准备好 他这里也有劝价就是领袖他们 说什么 他定立了的主教 不要难为他 他要教导你们 引导你们 圈给你们 你要尊敬他 你要为他祈祷 你要对他宽宏 你要对他好 他是为你辛努的 你们要本着爱重视他们 彼此平安相处 就是不要搞分裂 我们今天都合用的 这件事 有时对我们领袖 很苛刻的 我们要互相勸勉鼓励 领袖和跟的都是一家庭 一个大家庭 也都他说 圈面要圈阶行当 宽慰协罗的 扶持软弱的 很多不同的人 要用容忍 用爱心去对待 让他看到 不要以恶不恶 要时常彼此勉励 互相善待 善待一切人 不要分党派 不要分贵战 不要分人种 应常欢乐 不断祈祷 事事感谢 你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 对你们所有的旨意 再说一句 应常欢乐 不断祈祷 事事感谢 我们今天都很实用 应常欢乐 事事感谢 不断祈祷 不要消灭神恩 不要轻视先知之恩 但应当考验一切 好的应保持 各种坏的要远备 在这里讲什么呢 就是讲教会 之前这么多章都有讲了 就是教会是充满了很多神恩 但是给每个人空间 去表达他的神恩 他有先知之恩 他乱说话 给他空间 和他慢慢考证 他做的有点不同 看看这个人的神恩 他的空间在哪 鼓励他 要考证 有没有好的果实 结出来 不要因为人家做的事不同 我们就要暂停人 不是这样教的 道理不是这样教的 他是跟我不同 还是他本身有教错 有时我们做领袖的 或者觉得自己懂很多东西 觉得别人和我们有点不同 为了做的方法 不跟我们习惯了的东西 我们就打击人 封锁人 这是错的 我们要找对方好的东西 然后鼓励 然后培育他 他真的有问题的 就教他 不要封杀他 但是事事要考 考证 要 应当考验一切 好的要保持 验到坏了 要远备 要看一个果实 愿赐平安的天主 亲自完全圣化你们 将你们整个的神魂 灵魂和肉身 在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来临时 保持得无下可止 即是仍然觉得 他们死之前 会见到耶稣 那照你们的事 忠信的 他必实行 弟兄们 你们也要为我们祈祷 你们要以圣文 问候所有的弟兄 我恩主 祈求你们 向众弟兄 朗诵者书信 愿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同在 愿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同在 这个就是 尼撒开始其中一个 可以用的问候语 就是在保禄那里来的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耶稣基督的恩宠 与你们同在 就是抄了保禄 惯常在书信 和问候的说话 放在尼撒开始的时候 尼撒开始的时候 有几个可用的 都是在保禄书信里拿出来 我们就看完 这个得撒落尼人前书 我们看到 他真的很仁慈 但当中也用 很和善 但坚定的说话 去循循善友他们 在癥结方面 在有关死亡 亡者方面的问题 耶稣什么时候来 还有游荡 那些人想着 耶稣就是来 不做事 那里去讲这些事 和教导他们 如何去时事喜乐 时事祈祷 勤于鼓励大家 以及要跟他们的领导 他们的主教 要合作 要尊重他 要跟他一起建立 共用 一个很好的目者 我们聆听了之后 我们都学习 很多里面说的东西 都跟我们有关 今天的生活 如何去取一个 洁净的生活 如何去面对我们 今天所遇到的迫害 困难 做一个有信德 有爱德 宽恕人的人 我们也都受到 不少人的莫名 不明白 攻击 反对 我们要事上忍耐 欢喜 多祈祷 多祝福 我们都要事事准备 耶稣基督随时的来临 愿主保守 眷顾我们每一个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